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今天我们看一看又是和澳门旅游业相关的资讯 今天是澳局现在他预计会留1.8亿的预算 去针对旅游的团客 而他们预计的推广对象是会包括内地、台湾 有国际团客会在3月初检讨补贴的成效 而游泳局的副局长表示疫情3年 旅行社和客源地都需要政府支持 才可以恢复营运能力 而令旅客来澳门的价格比较便宜 有关补贴只是属于短期的措施 主要都是与电商平台合作 预计用完后就会停止有关措施 而另外也说回新马路任我行 他说到 现在他们旅游局会和文化局合作 将旧城区转化成为一个旅游资源 他提到澳门的旅游城市形象有转变了 来澳门的旅客八成都是18-35岁的中青年 女性居多 来澳门的目的都是购物或者享受美食 而专门来澳门的博彩旅客是不足5%的 他说到近年旅游局是针对中青年的客群 提供了好多好多的网络宣传 而澳门的旅游产品亦都是有所更新 如果是照他这个数据这么说 专门来澳门赌钱的旅客不足5% 我们的赌金还可以有3.8亿一天 澳门这边很严重 那么少女客就不能支持 若缜 还這些坊前也有和大家说過 现在来澳门的旅客和以前不同 以前也有很多人来赌金 赌金完之后来来购物 甚至乎待购也占了一个两个比重 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因為政府有給優惠,也有給好多的好處的女客,所以來得的人其實都是比較精打細算的有部份人 還有留意到的話可以提到現在的女客其實多了是一家大小過來的,一家大小過來的話就不會說真的會去賭錢賭到好大,因為還要照顧小朋友 還有一點就是剛才所說的青年為主,青年也沒什麼錢是給他賭的,輸極都是有個譜 雖然現在這樣看,帳面數據八成半,購物飲食為主,這個是不是澳門一直想要的非博彩旅客呢? 還有有沒有入到賭場他們是怎樣去界定的應該是沒有這個數據的 你換錢都是沒有一個要登記的嘛,就這樣賭些現金給你 按照這個新聞那樣看,你們覺得澳門旅遊業現在這樣這一波的復蘇算不算得上是轉型成功呢? 如果單靠好像牛閘那類的消費,到底又可不可以足以撐起澳門政府整個的財政支出呢? 我不是說這類旅客不好,只不過我就認為澳門政府可能要想一下方法令到稅收再進一步提升了 因為你有一個旅客量來到,但是對你的收入幫助不大的話,其實我們花了出去的錢是變白洗的 當然啦,其實之前都同大家計過數的,如果是旅行團的客戶來到澳門,他每人最高每日補貼200元,只要他在澳門輸1000元,其實澳門政府也是賺回頭的 而且來到澳門亦都會有購物的動作,會帶動消費的,但以現時為止,澳門仍然都是靠賭收去生存的 所以這段時間,可能賭收未必那麼容易會上回去一個令澳門政府收支平衡的地步,復蘇仍然都是需要時間啦 好啦,那今集跟大家看到這裏先,大家有什麼想說呢?下面留言啦,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